她是西游世界第一美人 也是如来的师父 更是孙悟空的母亲 她是谁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观世音菩萨 西游纪元著中 最漂亮的不是嫦娥仙子 也不是家喻户晓的白骨精 更不是多情的女儿国国王 而是专装的观音菩萨 西游纪元著中 朱八戒喜欢的霓裳仙子 虽美不过是月宫嫦娥仙子里的 其中一个西游纪元著中 白骨精虽然长得千娇百妹 也不过是白骨夫人 这个师母变化的一个 眉清目秀 齿白纯红的女儿 西游纪元著中 女儿国国王虽然长得眉如翠鱼 鸡似扬之 也不过是一个游记生 在子母和里的异形胚胎 发育而成的怪胎 要说西游世界第一美人 海树观世音菩萨 观音长得眉如小月 眼似双星 五面天生戏 朱春一点红 蓝散怕梳妆 容颜多彻月 西游纪元著中 观音菩萨是一个二八家人形象 比秋国的美后 年方一十六岁 冒若观音 陛下带奇色美 宠星的宫 把三宫娘娘 六院妃子 全无正眼相去 西游纪元著中 号称半截观音的老鼠镜 连佛祖都动了特饮之心 留下了鸡翠养鱼中不屌 深山未往长生的传说 观音菩萨 不但是西游世界第一美人 也是如来的师父 更是孙悟空的母亲 西游纪元著中 孙悟空曾经说过 观音菩萨是七佛之师 而释迦牟尼佛也就是如来 正是七佛之一 西游纪元著中 五指山之所以能够压住 孙悟空五百年 全靠然吗 八米后 六字真眼 而锦固咒的助 其实也是这六字真眼 那么那八米后 这六字真眼 号称定心真眼 而孙悟空是心元 这就是孙悟空之所以 能够被紧固咒管制住 被六字真眼镇压住的根本原因 据佛教经典记载 那么那八米后 这六字真眼 是观音菩萨的专利 如果如来不是观音菩萨的弟子 如何绘这六字真眼 西游纪元著中 请不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